所以现在你透过宝雪洗净的心灵 能够看到你的心灵的深处的那些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拿到神的面前 天天洗净 更新 现在蒙恩的这个生命 要怎样跟神祷告了 现在要怎么跟神祷告 到什么地步 把天上一切的恩赐赏赏都能够得取的这样的祷告 那你说要怎样祷告呢 我们每次说要怎样祷告 现在心已经对了 现在要祷告了 你要翻开马太福音六章 主说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我们在三十六课的时候 当我们教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系统系统的教 有没有发现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系统 我们在天上的福 这是关系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神的属性的圣洁 你的国降临 对你的目的 你的 purpose 对不对 你的职业行在地上 对你要做的事 然后今日赐给我的饮食 没人我的债 如同没人的债 不叫我遇见试探 救我脱离 撒但很多的凶恶 对 这些脱离 OK 学了对不对 三十六课都讲了 这个叫系统的学习 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系统的祷告 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的个人祷告 我现在讲的个人祷告 是不是不能 你要系统的学习 但是你不能系统的祷告 如果我今天跟我的女儿讲话 我的女儿说 爸爸 你是我的爸爸 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 我现在要遵照你的话来说 OK 爸爸 我现在求你给我零用钱 这样祷告 这个是什么交通啊 这个是机器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祷告一直不通 因为那个自然的地方 不是用系统来祷告 乃是那个系统是要把感觉给我 要进到那个真理的系统的感觉来祷告 各位 你跟人讲话 你有没有发现 你是要进到感觉来讲话的 你要进到感觉 不是用道理来讲 对不对 这样的感觉好像人现在很 哎呀 这个弟兄气死我了 这个人无力去闹 什么什么 如果我这样讲的话 我的妻子讲 哎呀 我们要回复以马内利 这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祝福 我心里马上感觉 我现在在这个情绪 你现在跟我讲的东西 跟我的现在情绪不配 你们了解吗 所以你的讲话不通 也是你的祷告不通的 我们跟神讲话 是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孩子 你们思想 如果哪一个做父母的跟孩子呢 最愉快的交通是什么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跟我女儿有时候讲话的时候 我发现最愉快的时候是 有时候她快要睡觉的时候 我就在房间陪她 然后就讲讲话的时候 我就问最近学业忙吗 什么 跟朋友的关系怎样 什么 然后她就几句话 她就出来 爸爸你知道吗 什么 最近学校什么什么 我真的气得不得了 那件事情什么什么 很多话很多话 最近学校功课 做文很难 什么什么 她就很多的话 你能不能帮我 什么 很多话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 是吗 然后我就劝她 有些东西 她就静静听 那个很自然的 在那个情绪 很自然的情绪里面交通的 那里有没有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 有 有没有信任 有 有没有很自然的 在交通当中 她知道我的意思 对不对 我的心肠 都很间接 很无形当中的 传给她了 对不对 其实我发现在那种交通里面 那种交通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主导文 主导文是现在主耶稣教导 好像门徒课堂里面 教导 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父子关系 愿人都诸你的名为 讲这个 对不对 但是整个主导文里面的心 整个主导文里面的情绪 对不对 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信任 依靠 来这样祷告 那种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的 随时多方祷告的那种 有时候忽然间惧怕的时候 主啊 帮助我 对不对 有时候软弱的时候 主啊 怜悯我 对 随时的 不是有系统的 没有系统的 对不对 所以诗篇都是 忽然间 四人在这个旷野的时候 哎呀 耶稣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这个感动就来了 发现 虽然自己在旷野里面 但是其实还有的 什么都有了 忽然间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跟你的副交通啊 虽然是我们信徒说 早上起来要祷告 有些人是早上起来忘了祷告 很内疚 对不对 所以不是受这些捆绑的 行事的东西呢 行事的东西绝对不是捆绑你 只是让你集中 让你集中 保护你 对不对 让你分别出来 但是整个的信仰 整个的祷告生活是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各种的祷告 各种的request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你就向主 一无挂虑 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信你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当你祷告的时候 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会临到你 很自然的 这种祷告才会叫你得到父的信 这种祷告才会叫你得到父的信 这种祷告才会把你带到真实感 那种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感觉 好像按这个ATM 你们记得啊 好像按ATM 因为你跟主交往交通是太自然了 所以我是每次发现 我跟各位讲一个奥秘 我刚才跟我的女儿 比如说这样交通之后 有时讲话讲话她就睡了 早上我起来我是坐巴巴的对不对 坐巴巴的 我就早上起来的时候 昨天晚上她跟我讲的这个这个 她跟我说 她比如说她最近功课哪个算术什么很忙 我马上想 OK今天她回来我要教她这个东西 然后或者她跟我讲她跟她朋友有什么事 OK今天她回来我要advise 我要告诉她 我是马上预备要给她这些东西 她可能学校回来都忘记昨天晚上她跟我讲了什么 对不对 她忘了 但是我的心是刻在那个地方 刻在我的心板上 如果你跟神能够享有这样的交通 自然的交通 自然的 你是奇妙的 祷告完之后呢 不过几天 你马上看见 你祷告的事情 神彻耳垂听 然后要给你应允 所以各样美善的恩资 就是全备的赏赐 你会得到的 阿们不阿们 对不对 如果你是行事的做 行事的祷告 那种给上帝热心的祷告 你想想看 上帝要我的热心吗 不是 上帝要我寻求祂要怎么应允我 因为行事的祷告 你不会看到的 因为连你要去寻找神怎么应允你 你都没有这个心去寻找 所以你们祷告 关上门 进到你们的内屋 什么意思 现在真的要关上门吗 不是 你的这个心灵 关上门 进到你的内屋 至圣所 真的活在神的面前 比这个现象世界 有更真实的是 这位上帝 他用他的宝血来买书你 他要听你的祷告 你的呼求 他要应允你 主啊 你知道我的痛苦 帮助我 那个地方 你进到的时候 你向主求 你自己很奇妙的 你祷告完之后 你的信心是恢复 平安是恢复 胆量是恢复 奇妙的 所以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被的赏赐 嫁给你们 阿们